台南以罗宋面包文明的排队名店 被卫生局查获 处房三项预期原料没有销毁 包括去年八月到期的 四盒双线奶黄流星 今年一月到期的五包发酵粉 还有今年二月到期的三罐清苹果馅 开罚六万元 业者出面澄清 说被卫生局查获的预期原料 是厂商送来让他研发新产品的 但他没空试用 根本没有开封 他说卫生局公布消息后 店里出现了退货潮 减少了三成营收 他都一概承担 但网络上甚至出现抹黑 恶意供给的谣言 让他觉得有必要加以澄清 尽管业者强调 预期原料未开封使用 但与一般的食材原料放在一起 预期超过一年 竟然都没有发现 物料管理出问题 卫生局强调 还是得依食安法开罚 TVBS新闻顾首昌 谈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您好朋友 请不吝点赞 您好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